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 今天是10月1号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 繁荣长盛 最近一段时间 长治市路州区人民法院 很多参与诉讼的当事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那就是他们的官司 这个结案速度太快了 有的案件甚至只用了 一两个小时就解决了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原被告双方 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 今天我们一起跟随张大爷 看看他的案件 法官们是怎么处理的 张大爷今年67岁了 他要起诉的人 是他同村的焦师傅 两个人在村子里算是邻居 关系其实还不错 高公子里走庄的 他要给我借了钱 他这个走庄走庄 当时问你借钱是啥意思的 让你入股还是单纯借钱 不是不是 他要是叫我 他借了钱他就走庄了 他要给我连回去 我就给你拿 张大爷说 当时把钱借给焦师傅 他其实犹豫过 想到乡里乡亲的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这才把钱借给焦师傅 2013年 张大爷先后供借给焦师傅 15万元 他是管事实上是两个月还清我了 给我赚了五千了 结果到了时间还不了 对对对 你之后来又说 2018年把钱还回来 从2013年到2018年间 焦师傅供还给张大爷 五万元 还剩下十万元没有还清 于是两个人商议 剩下的十万元 在2018年年底还完 如果焦师傅没办法一次性还清 可以延长到2019年 他有钱 他房子 他就是不给你 开好车了 住好房子了 还是什么 你就觉得他有钱 就会他家 他给我到时候 给我说什么 他给我买车 买房子 都能告诉你 我说 我平时这个待房子 你就随便积枉了什么 你他这几个把 这随便就拿点钱 都就够了 我当这么想的 张大爷说 在他看来 那个时候 焦师傅的生意 还是不错的 肯定是有还钱能力的 而且两个人 都还是一个村的 关系也不错 只要把欠他的钱还上 早点晚点 其实还都可以 可是让张大爷没想到的 从2018年到2021年9月 焦师傅总共还了他 两万两千元 剩下的七万八 张大爷觉得 按这个还钱速度 那我得等到什么时候 而且我现在也急需用钱 没办法了 张大爷只能把焦师傅 起诉到法院 长治市路州区人民法院 素财团队受理了 张大爷的案件 素财团队先联系了被告 叫焦师傅 等焦师傅来到法院后 素财团队先行开始调节 当时来到这儿了 咱肯定如果说话 我只能说 你刷出来是 我的真想拿 我就晃不了的 就让他拿 不是真想拿 晃不了的 这些行李都在我里 他说这一年 这就 就知道自己一年 你家就把银子要 你怎么会刷 你家不行了 在二十年行吗 我二十年 我还不银行 我得考虑银行 银行 你是银行 我知道银行 对不对 我也是人知道 我就不能挂国黄大钱 崩化银行 最后 最后说多少 他那钱也不能还我银行 你妈我也弄了 是不是 你不能说 他还拿了大品话 我有银行 还欠银行 抢银行 抢银行 不要黄金他抢银行 你不抢他抢 他要给你咬脸 他不给你咬脸 他不给你咬脸 他要给你咬 你就别使得他 都抬出来 算了 你抢银行 你这另外一回事 撒娘吧 撒娘吧 来到法院后 焦师傅一直不敢看张大爷 他说 自己也清楚 欠张大爷钱这么多年了 他心里其实也很不好意思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难处 思来想去 决定用三年的时间 将剩余的七万八千元还清 对于焦师傅这样的打算 张大爷坚决反对 一年两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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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这个上年 只能够一到八千 上年 上年不行 不是我等的时间太长了 张大爷认为 焦师傅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 现在竟然还要三年的还款时间 这根本就是不想还钱 张大爷说 他不会再让焦师傅拖那么长时间 可焦师傅也很无奈 焦师傅说 自己生意失败后 就一直在打工还钱 现在每个月的收入 大概有五千元左右 调节工作似乎一时间 无法进行下去 该怎么办呢 认不认可他想分析 还你钱的这种提议 对 那一个一个 应该是想他 想你几回多少钱 房多钱 三年 他几乎三年的话 你同意吗 三年我就不同意了 你想多长时间 最多给他多少钱 最多两年 最多两年 他不大点 谁是文件 一个文件高的时候 我不听了 张大爷认为 其实他给焦师傅 已经宽限了三年的时间 可到目前为止 还差着七万八千元 再这么拖下去 什么时候是个头 焦师傅这边也喊委屈 他说自己需要还钱的地方多 那只能是拆了东墙去补西墙 在维持正常生活运转的前提之下 三年这个时间是他给出的最好的方案 可这个时候张大爷说了 焦师傅根本不缺钱 不是 他有个钱 干什么 现在我跟他修改去了 炸了第二十几 不是 他都花钱 不是 你现在就是认不认可 他想分析和你钱的这种提议 张大爷始终认为 焦师傅有能力 短期内将欠款还清 所以他希望还款时间越短越好 而且张大爷之所以不同意延长这三年 是担心 到时候焦师傅还是不还怎么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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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素材团队 那其实是更好的实现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的一种统一 调节 调节似乎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 法官只好开始单独跟张大爷和焦师傅谈话 希望能够找到突破口 张大爷兵 其实是人不错的 你资金 这个困难的时候 他把钱借给你 然后的话到现在的话 18年到现在 然后到现在已经快多少时间 快三年了 你才还了2万2 那现在的话还欠着钱 到现在的话他是逼不得已才起诉你 你想让你把这个钱还了 但是 直到现在咱们调节的时候 他还愿意给你2年的展期 什么概念 也就是18年借的钱 然后给你5年的时间 让你慢慢的还 我觉得他做的可以了 你知道吧 就在法官和焦师傅沟通的同时 调节员也和张大爷在门外 进一步协调还款的期限 法官也知道张大爷的担心 所以有必要和焦师傅交代清楚 看焦师傅能否在2年之内 还清欠款 如果调节不成功 他不愿意调节怎么办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 马上发船票 及时地转入到诉讼程序 由法官们 这个素材团队的法官们 马上地快速地进行裁决 进行审理 这是素材团队高速运转的 这样的一个流程 如今摆在焦师傅面前的 有两个选择 一是按照张大爷的方案 两年内还清7万8千元 二是不接受调节 素材团队马上进入神力环节 判决焦师傅在短期内 还清欠下的所有钱 显然焦师傅更愿意 选择调节解决了 只是在这个还款的期限上 焦师傅还是希望 能够再宽松一些 那门外的张大爷和调节员 沟通的结果又会如何呢 说好了 那如果两年半更好 对你更有利 如果两年半可以的话 我个人建议你 这是对你最好的结果 就这个案子里最好的结果 是要老百姓的话 是很划算了 知道呗 你比开庭要划算多了 是吧 就是这样 我的态度就是这么多 我只差一个人下来 你看你又来又转不到 我知道 这是我的行李意思 一下子突然让你还7万8好 还是让你展开了每个月 大概还两三千这样的更好 你自己就有个很明显的判断 你知道吧 然后的话 那个你慢慢来 还可以商量 对吧 你这个你一旦还不了的话 你就要上老奈的名单 看到还款期限又多了半年 焦师傅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同意调节解决 之后张大爷和焦师傅 再次做到了一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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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谢谢 法药要给你出东西呢 法药要给你出东西呢 那就这样 好 好 那就这样 对 那现在就结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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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边 来这边 谢谢 从下午四点半到六点半 素材团队用两个小时的时间 将这起案件调节结案 张大爷和焦师傅都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问题 你觉得通过咱们法院解决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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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快 也快 整了整了 我们的清好这个 咬草业 我找个招就盖了 只要能在我接受的范围之内 差不多 是吧 我就咬的牙也扛 对 给那个机会 用人的牙签 最终 在素材团队的调节下 张大爷和焦师傅 达成以下协议 焦师傅在30个月内 每个月27号前 向张大爷还款2600元 直至还清78000元 同时 双方约定 如果被告不能正常履行支付义务 张大爷有权 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剩余款下 对于这样的结果 张大爷和焦师傅都很满意 诉讼有的是夫妻 有的是朋友 有的是亲属 如果你非要让他们把 就是官司打到头 哪怕是拿到了一个结果之后的话 其实关系 就是社会 社会的关系 他们之间的关系 可能已经产生裂痕 就没办法再弥合了 但如果在我们这个素材团队 之前的调解的过程当中 你能把这个解决掉的话 那其实是更好的实现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的一种统一 比如大家和和气气的 在法官和调解员的主事下 你把这个案件解决了 这个事儿了 和气气其实也没有伤 素材团队的成立 便结了涉诉双方当事人 事实明确 案情简单的案件 能够得到快速处理 很多案件 在原告第一次到法院的时候 就能够解决 同时 素材案件集中审办 对于法官的工作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目前 长治深路州区人民法院 共有四个素材团队 从成立到现在 刚刚二十多天时间 已经受立案件三百件左右 积极效果显著 快速审接民事案件 同时也带动了更多的人 在权益受到损害时 便捷地使用法律武器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你看看看就是这个 你看看你这个 你一直不要说 他的意思是推翻 你帮你帮你去看 你看看你这个 是 有什么没应该走啊 那不是你们啊 我得跑好几趟 最少 建国法律程序 确认以后 把就发解掉了 这对党事人的利益暴走 和社会效应 是非常明显的 小凯今年二十多岁 刚从学校毕业不久 前年 投资了十万元 在朋友新开的饭店 平时并不参与经营 可是等了好久 都没有听到朋友提 分红的事 这让小凯经理很不是滋味 到最后一分钱没有 一分钱没分 他跟我说生意不好 但是我看到生意挺好 我也没有参与经营 都是他在操作 我感觉他赚钱没给我 小凯就想 虽然这投资是有风险的 可是十万块钱 总不能就这么 不明不白的没了吧 可朋友给出的答复 让老师的小凯不知所措 我俩本身没有什么某种 我俩也是朋友关系 确实我俩投资 这个饭店以后 没有什么生意 也不是我赚了钱不给的 确实是赔了 这个事情很简单 就投资了十万块钱 现在给不了这么多了 就投资 你要是借款了吧 该税多钱 就税多钱 现在是你投资 你投资失败了 什么都不懂的小凯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将朋友起诉到了法院 素材团队的法官 给两人进行了调解 其实这个亏的 比无关多多了 现在你的本地可能 也就三两万块钱了 但是也是考虑了 咱俩这个关系 给你最多的最多配复 力气你就不要再冲 再不要提了 好吧 你看他能接受这个条件 最终小凯拿到了朋友 退还的五万元 他说 原本还想着 一分钱也要不回来了 经过法官的调解 朋友也顾及 两人之间的情谊 最终退回了一半的钱 感觉很满意 法官能将小凯的案件 快速审结 得益于素材团队的组件 提高了法官的工作效率 关键就在于 有效地将案件进行了分流 所有的案件 不管简单的和难的 都掺杂在一起的话 那很可能 它被一个复杂的案件 牵绊住 被一个复杂的案件 就是拖了很长的时间 那就意味着 它在办理复杂案件的时候 很多简单的案件 是没办法出手的 那其实素材团队的组件 很大的功能 就是可以或者是为了解决 就是这部分老百姓 或者很多老百姓当事人的 这种快速解决案件的诉求 素材团队充分发挥司法职能 高效快捷地化解案件纠纷 让简单案件不跑马拉松 高速进入快车道 这对所有人提高法律意识 应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力 有着积极的作用 这样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 给涉诉人带来更多的满意度 这不上午拿到调解协议的耿师傅 离开法院还没有三个小时呢 竟然呢返回来了 耿师傅是河北人 上午他的案件刚刚审结 怀着愉快的心情准备返回老家 怎么下午又返回了法院呢 还说 我过来专门收个景气 你们把我这个事办得挺漂亮的 特意过来感谢一下 我本来上午的飞机量 我把它走 专门过来送一下 你们太多客气 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要不是你们呢 国内跑好几趟最少 耿师傅的心情有些激动 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事情 解决得这么快 因为前些年我在当地做生意啊 工作啊那些的 和他认识了 认识了 关系也不错 完了对方可能是生活上有点急需 也是生意急需 完了借我点钱 完了我就借给他了 三年前 耿师傅在山西做生意的时候 借给当地的一个朋友五万元 结果知道他返回河北老家 朋友也没有将钱还给他 原本想着打官司的话 得山西河北来回跑几趟 没想到第一次来就解决了 调解过程说实话我还是挺满意的 来了效率挺高 完了调解员讲的也比较详细 完了把我和对方全部交过来 了解了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沟通了一下双方的基本情况 完了我们当下就达成了调解协议 对方也同意还钱 但是是分期的 咱们也理解都是朋友嘛 耿师傅告诉我们 整个调解过程只用了一个半小时 这样的速度让他有些吃惊 对对对 我没有想到过 是一次过来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估计怎么的也得跑个三四趟 才有个眉目呢 谁知道来了这边应该一次性的 给我解决了 我比较满意 挺满意的 正是这样高效的审理速度 让耿师傅倍感满意 专门推迟了行程 给素材团队送来了锦气 其实在耿师傅的观念当中 这个打官司是一件 费时费力的事情 他又是外地人 如果为了五万元的欠款 来回这么跑 不论是时间上还是财力上的投入 那都是非常大的 而素材团队就是为这样 事实清晰容易审理的案件 能够快速审结而成立 切实便捷了当事人参与诉讼 这对党事人的利益暴涨 和社会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案件失了 大家可以完全方向保护 去做他改做的事情 社会效应就体现出来了 他创造了个人的价值 也被社会创造了价值 这是我们法院人 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也是党和政府最希望看到的 整体社会效应 审结案件效率提高 法官工作更加精细化 案件涉诉人满意度提升 素材团队的完善建设 将成为 长治市路州区人民法院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路州区法院的特点也非常鲜明 比如说它的案件重量 今年我们预计 应该全年又达到 一万三千截左右 这样一个大量的案件 在全省的法院系统内 也是少有的搬业大货 今日素材程序的案件 主要是指那些 发生酒疯的事实清楚 只能明晰 被高人有配合的 因缘比较强的案件 这样才能达到 刚才我说到的 快调素材食料料满意的这种效果 目前 长治市路州区人民法院 会根据实际情况 逐步增加素材团队的数量 让参与诉讼的当事人 免去路途的奔波 时间的耗费 让更多人享受到高效 规范便捷的司法服务 增强人们法律维权的意识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